好 谢谢大家参加这个今天最后一个session 最后一个时间段的这个session 然后我叫扎翼 我是目前是微软的一名高级产品经理 然后呢 我现在同时也是 Notary Project社区的一名Mentender 然后 严 你介绍 大家好 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session 我叫王严 来自VMware 目前是CNCM下面的 Harbor和Distribution的Mentender 多谢 好 谢谢岩 然后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和岩线下见面 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这个Harbor的这个Mentender 能一起做一个session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 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CICD里面使用Notary Project ORUS以及Harbor 来保障你的软件容器供应链安全 sorry 好 其实供应链安全 这几年一直是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然后这里面有最新的两组数据 然后这个都是2023年的一个 专业的机构做的一个统计 那么最近三年内 针对软件供应链安全的 针对软件供应链攻击 平均每年增加接近7.5倍 然后另外一组数据是 有87%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镜像 是有高风险和严重的这个安全漏洞的 那么其实软件供应链 这个其实是危机四伏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们很难在源头上彻底的去阻止这种恶意的攻击 但是有句话说的好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能够真的去改变你 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好自己 所以我今天呢也是有一个号召就是说大家各个组织能够重视软件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安全这个问题 然后采取一些有效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来最大程度的降低一些风险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些 推荐一个就是保障供应链安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 一个framework 那么这个framework包含五个部分 然后是它其实覆盖了这个容器镜像从构建 一直到这个容器镜像最终的在这个伸展环境下运行 这五个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呢是一个叫获取的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主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 你怎么样能够安全的获取 从third party第三方获取安全的获取这样的一个容器镜像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 基本上没有一个公司能够 基本上没有一个公司能够生产所有它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叫 我们可以称为目录吧 中文不是非常好翻译 那么这个阶段主要解决的是问题 就是我们各个组织其实有一些内部的一些团队 那么这个主要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内部的团队怎么样能够使用到经过验证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镜像 那第三部分是一个构建的这个阶段 那么构建的阶段 这个里面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 如何构建安全并且合规的这样容器镜像 那么第四个阶段是 部署阶段 那么部署阶段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能够保证 我们部署的这个容器镜像是可信的 同时也是合规的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是 run阶段 运行阶段 那么这个解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保证运行时的 就是容器运行时的安全 以及容器如何能够实时的得到更新 那么其实这五个阶段呢 其实 每个 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相对大的一个topic 那么今天我并不会去 仔细的介绍这五个阶段 但是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的是 支撑整个 这个保证供应链安全的这个 给大家分享这个框架的两个核心能力 那么第一个核心能力就是说 我们需要给容器镜像生成 和供应链安全相关的这些制品 那么这些制品 包括比如说 Vulnerability 这个漏洞报告 那么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就是我这个容器镜像经过扫描 它有哪些安全漏洞 那么它的这些级别是什么样的 那么第二个 第二种这种和供应链安全相关的这些制品 比如说是Spawn Spawn就是Software Bill of Materials 那么这个里面它是 它能够告诉你这个容器镜像 它包含哪些软件 这些软件的一些版本 以及这些软件的这些license 那么你可以比如说 你可以check这些 检查这些license 看看是不是符合你公司内部的 这些合规的一些要求 然后甚至有一些软件 可能在将来的不久 发现一些严重的一些漏洞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SpawnFile 能够发现这样的一些软件 比如说之前比较经典的 这个log4j 这个安全漏洞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然后还有比如说 还有这个跟构建相关的一些 provenance相关的数据 这个中文也不是非常好翻译 其实这个它想表达就是说 你的比如说你这个pipeline 是由谁去trigger的 然后这个pipeline当时的这个构建 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攻击 比如说比较经典这个sauvin的攻击 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个构建的这个环节 这个pipeline被compromised了 那么这个不好意思 说了英文就是说 这个他们的pipeline被这个黑客攻击了 那么这个导致他们产生的这些容器镜像 其实是有漏洞的 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当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build的一个环境 被这个攻击过后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去使这个容器镜像 不能够在生长环境去那个部署 然后最后还有 比如说这个live cycle和容器 这个生命周期管理相关的一些数据 那么有些这个容器镜像 比如说它已经是out of data了 我们可以给它打一个label 那么这样的一个容器镜像 那么也是不会在这个生长环境上 去做一些部署 那么这个是一个第一个能力 那么第二个能力是说 是如何要保证我们的容器镜像 以及跟这些容器镜像相关的这些 供应链安全的这些制品的 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那么真实性指的是 用户能够去在使用的时候 他能够去确认这个容器镜像 它确实是来源于 他相信的这个发布者 那么完整性指的是 这个容器镜像包括这些 其他的制品在整个分发的过程中 它没有被恶意地篡改 那么一个 举一个例子 其实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分析这个 漏洞分析报告 是吧 那么这个漏洞分析报告 那么你分析下来可能没有问题 但这个漏洞分析报告 很可能已经是被篡改过的 所以你这个分析 其实也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说这个如何保证容器镜像 以及相关的这些 安全制品的这个 真实性和完整性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是这个 这两个是这个 这个框架的两个核心能力 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 主要需要去分享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如果我们要 给这个容器镜像生成这个 和Supply Chain 供应链安全相关的这些制品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OCI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了解 了解过OCI 它其实是 Open Container Initiative 那么它主要是致力于 和容器技术相关的 这个一些通用的一些标准 那么它主要包括容器镜像 如何去存储和分发 以及容器的一个团碳 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主要是和这个容器镜像的 存储和分发相关的 那么在这个 OCI这个project 它是个Ninux基金会下的 一个project 那么在它最开始的时候 它解决的 其实就是一个容器镜像的 存储和分发的问题 那大概是在 几年前 2017年 那么它基于的这个 因为Docker公司也是参与了 所以我们大家 之前经常说是 经常听到说这个Docker Docker镜像 Docker容器 是吧 那么其实后续 大家也听到这个OCI 因为已经OCI镜像 那么其实OCI是基于这个Docker镜像 来编制的 它们的这个 就是说它们基本上有90%多 是相似的 就是它们的这个规范 所以说最开始 那么OCI这个组织解决 这个OCI image的一个 存储和分发的 分发的这个标准 那么在整个这几年过程中 大家会发现 除了存储这个容器镜像 有更多的需求 比如说想存这个HEM charts 在这个也是 想通过这个镜像仓库进行分发 然后呢 包括刚才提到的 因为这个供应链安全的问题 大家会发现 有更多的一些 和供应链安全相关的这些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 其实它是增强了 容器镜像本身的 这个信息 是吧 这些数据 其实也是需要随着 这个容器镜像的分发 一起分发 所以呢 OCI在最近的这个标准 1.1的这个标准 是从 大概从7年开始 那么它也致力于 解决几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存储和分发 非容器镜像类的 这样的一些制品 那么这些制品中 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 它其实是和容器镜像相关的 那么它们中间的 这个关联性是怎么样的 那么 这里面提到一个 reports API 也是这个 在这个OCI的这个 分发的distribution 这个specification 里面提到一个referral API 它能够帮助我们客户 去discover 发现一个制品 它有哪些相关的 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品 那么这里面 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么 这第一行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image 然后它是一个 用一个digest来 来确认的 因为这个图 当时是有点大 所以我截掉了一点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通过这个 OCI specification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image下面 我可以挂一个 signature 这个也是今天会给大家 演示的 notary project signature 那么这个signature 有一个digest 来唯一来确认它 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发现 这个 这个container 容器镜像下面 也会挂一个叫 这个 这种类型的一个artefact 这个其实是 spawn file的一种格式 那么这个spawn file 可以通过这个digest 来做一个 确认 那么这个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spawn file下面 还挂一个signature 那就说明 这个spawn file 其实也是被签名的 它可以去经过去验证的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进一步看一下 OCI specification的一些好处 就是说 其实现在是一个 多云的环境 就是说很多客户 就是说 他不愿意绑定在一个 特殊的一个cloud provider上 所以他一般会考虑 不同的cloud provider 他们的一个云的 基础设施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会考虑 利用不同cloud provider 他们的这种能力 他把它的这个业务 能够分散的部署 或者是有针对性的一些部署 到不同的cloud provider上 那么在这种多云的环境下 其实 大家会发现这个容器 这个容器镜像 就会在这个 不同云场上的这种环境里面 去这种 叫分发 是吧 那么 那么我在这整个 这个分发的过程中 我怎么保证这个 它的真实性和这个安全性呢 前面提到的 那么这个OCI spec 有了OCI spec 我们就可以做到 比如说 以刚才我举的那个框架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 第三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镜像仓库 是吧 这个镜像仓库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容器镜像 同时它也被签名了 那么同时 它也有一些 其他的artifact 那么遵循OCI spec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容器 镜像仓库 那么你可以很容易地 从一个 镜像仓库移动到 就是说 分发到另外一个 比如说 我从第三方 registry里面 获得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contender 容器镜像 那么我要把它 拿到我的内部去使用 是吧 那么我会去验证一下 这个容器镜像 是否是真实可靠的 那么我会去验证一下 这个签名 那么我同时也会去 检查这个spot file 有没有一些 不符合我公司要求的 一些这样的一些软件 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个 wannability 这个漏洞 这个report 那么经过验证过后 我觉得没问题 我可以从这个 第三方的这个容器仓库 拷贝到 我的内部的这个 镜像仓库 那么我内部的镜像仓库 我会基于这个 我需要的这个 依赖的这样的一个 容器镜像 我来build 构建我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和我的应用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 容器镜像 那最终我也可以去 发布到 比如说 发布到我的生产环境 那么我的生产环境 很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我内部的 我是用 比如说 微软的这个 容器镜像 容器镜像仓库 来存储 那么我发布的时候 我可以发布到 这个AWS的 这个 ECR这个容器镜像上 那同时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都可以确保 它的一个 真实性和安全性 因为不仅仅 我的容器镜像 在整个 多云的环境中 进行了移动 那我能够去证明 这个容器镜像的 安全性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制品 也是同样的 也是跟随着 这个容器镜像 一起进行移动 所以这样的话 就能够保证 在一个多云的环境下 我们能够 确保 这个容器镜像 以及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和 supply chain 和这个供应链安全 相关的这些制品的 这个真实性 和完整性 那么这里 给大家推荐一个 Tool叫ORUS 那么它也是 CNCF的一个 目前是Sandbox 这样的一个project 那么它的一个 主要的功能 就是说 用ORUS 这样的一个Tool 它包括一个CLI 然后它也提供了API 你可以用这个Tool 进行 这个 管理你的 这个OCI的Artifact 那么这里面给大家 也列了几个 比较经典的命令 那么第一个命令 大家可以 很方便地用ORUS CLI的Tool 能够把一个 Spawn File Attach到 就是说 附加到这个 容器镜像上 那么 这个Spawn File 会被存 存储在这个 符合OCI 要求的 这些镜像仓库上 同时呢 这个Spawn File 也能够和这个 容器镜像 进行一个关联 那么第二个命令 就是说 用户可以用这个ORUS的 这个命令 去Discover 一个容器镜像 它有哪些 相关联的这些 制品 那么 这边也是一个例子 那么前面 和前面例子是一样的 我其实就用这个工具去 修给大家看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用了这个命令过后 我就可以去发现 我这个容器 有这些 和Spawn File 相关的 那么这些 制品 那么我在使用这个 容器镜像前 我就可以去验证 是吧 比如说我可以去 验证这个Signature 那么我就知道 这个是不是 来源于我相信的 这个容器镜像的 发布者 同时呢 我也能够确认 它是不是 在整个发布的 分发的过程中 有没有被篡改 那么去验证 这个Spawn File 我可以去检查 是不是有不符合 我企业要求的一些 这个软件的存在 甚至包括 已经去 已经是知道了 某个版本 有一些漏洞的 那么这些软件 是不是存在 这个容器镜像内 那么第三个命令 就是说 也是一个非常 简单的命令 但是它作用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把一个 容器镜像 我加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Flag 包括它 对应的这些 相关联的这些 其他的制品 从一个镜像餐库 拷贝到另外一个 镜像餐库 然后OAS CLI 以及它的这个 Go的这样的一个 API library 目前已经是 这个伸转环境可用 所以也欢迎大家 去扫描这个二维码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接下来 接下来 哈伯 谢谢 谢谢 现在我前面讲的 就是 OCI Distribution Spike 101 最大的改变 其实就是 可以定制 不同的 artifact之间的 从属关系 然后 在 Hub 2.9里面 我们就支持了 这种 可以感知 并且去建立 这种artifact之间的 从属关系 比如说 我有一个镜像 这个镜像的 谁是这个镜像的 S-Bomb 谁是这个镜像的 签名 并且用UI的方式 是很容易展现的 另外就是 这种 从属关系 并不是只是 单纯的 是 存储在 一个Hub 节点 当你在 两个Hub 之间不同 去replicate 复制你的 不同的artifact 的时候 你的从属的 签名 S-Bomb 也同时会被 复制到 另外一个Hub 节点上 而且在另外一个 Hub 节点上 也可以识别 这些从属关系 并且把它建立起来 然后另外 就是 Hub 对于 因为在2.9之前 Hub 只是支持 单个的 artifact的管理 在2.9之后 因为有了 这种从属关系 然后Hub 把 现有的 所有的能力 都延伸到这种 在从属关系的artifact 之间的管理 谢谢 谢谢 我们继续 那么刚才 其实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前面提到的 这个框架的 一个 第一个核心能力 就是说 我要能够生成更多的 一些和容器镜像相关的 供应链安全相关的 一些其他的制品 那么我可以用这些制品 去做一些分析 来确保这个容器 确实是安全可用的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 就是推荐的 这个notary project 其实它是提供 为第二个能力 提供一些支撑 那么第二个能力 主要讲的就是 如何保证 这个容器镜像 以及它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制品的 这个真实性 和这个完整性 那么notary project 它是一个 也是CNCF的一个项目 目前是 encubating阶段 那么它为用户提供 一组规范 以及一些 基于这些规范 实现的一些 一些安全工具 那么它的这个目的呢 其实就是 在这个软件供应链 这个领域 能够保证 这个容器镜像 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制品的 这个真实性 和安全性 那么notary project 本身 就是说 如果大家不够了解的话 它其实 它也是在 在社区里 它其实是一个organization 那么它这个下面 也包含 不同的一些子项目 那么大家可能 对这个notary听的 比较多 因为这个是 比较早的时候 notary project的 这个organization下面 只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notary的 这样的一个子项目 那这个子项目 当时是用的是 基于TAF-based的 就是 The Update Framework 实现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包括Client和 Server端的 这样的一个solution 用来保证这个真实性 但是呢 这个solution 有一些挑战 就是它的这个portability 就是它的便携性 就是它的signature 没有办法在 这个不同的 这个镜像仓库里 进行移动 然后它也面临了一些 就是客户的一个 采用率的一个问题 所以最近这个notary 这样的一个 最开始这个solution 渐渐地就淡出了市场 那么 从这个2016年以后呢 整个notary project 这个社区就开始 考虑一些新的solution 来主要是解决这个 可便携性 就是portability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主要就是 前面跟大家分享的 为什么便携性 和这个交互性 非常重要 在一个多运的环境 那么这个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子项目 是关于这个specification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notary project signature这个签名 然后呢 notary project下面 还有三个主要的子项目 那个一个是notation 它是一个CLI tool 它是基于这个notary project的 这个signature的 这个规范 做了一些实现 那么下面 它也包括这个notation.go 和一个notation.co.go 两个library 那么用户也可以利用 这些library 来开发自己的 这一些tool OK 然后这边 给大家介绍一下 notary project tooling 特别是notation 它的这一个 它的这个价值吧 然后 我们最近这个notary project tooling 也是有一个 第一个版本的 这个release 那么它也是 生长环境可用 那么 有一些优点 然后 比如说我们 这个notary project 它是基于这个 现有的这个PKI的 这个infrastructure 做的实现 那么 其实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签名 签名并不是因为 cloud native 或者容器的 这个 变得流行而流行 其实在没有容器之前 各大的 这种主要的一些 entreprise企业 他们也会对 他们的软件 进行签名 所以notary project 可以无缝的 那个 接入 现有的这个 签名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个架构 所以企业基本上 不需要做一些 大的改动 或者是增加一些 其他的一些 一些元素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现有的这些 基于PKI的 这个infrastructure 它其实已经是 这种 在 特别是对于 这个企业来说 它的privacy和data 它其实已经是 compliant的 就是说它已经是 符合合规的 一些要求了 所以的话 这 有了这个保证 其实 就是说 其实企业不用担心 因为引入了 这样的一个 针对容器镜像 去签名 而导致有一些 privacy和这个 data compliance 一些问题 然后 notary project 还支持扩展性 比如说我们支持 不同的这个 K management system 我们现在已经是 伸展环境 支持 针对error的 这个 K vote 这样的一个 K management System K management System 然后同时呢 AWS的Signer 我们现在也是 生产环境支持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 做的有一个 叫hash co-op的 这样的一个vote 那么目前是 那个 正在进行中 然后notary project 我们也支持两种 目前支持两种 这个 signature的一个格式 一个是 这个JWS的 这个是比较流行的 一个 Json Web signature的格式 还有一个是 Cose 今天早上 如果大家听了 这个主题音讲 大家 那个 有一位嘉宾也提到 这个Cloud Native 正在往这个 IoT 还有Edge Device延伸 那么Cose 这个signature 它其实是个 binary format 就是说它非常适合 这种低功耗的 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么我们的 这个signature的 这个便携性 potability的问题 那么因为 适合这个 遵从这个OCI 这个V1.1的 这样一个规范 那么它也得到了一个 之前我们最开始的 这个notary的 这个 这个解决方案 不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通过这个OCI spec 我们也得到了解决 那么同时我们也还有一个 Plugin的这样的一个 Extendability的这样一个 firmwork 就是说如果你对 整个的签名的 这个工作流 或者是验证的工作流 不满意 那么你也可以 基于我们的这个 Plugin的一个specification 做一个开发 下面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在验证这个 一个容器镜像 或者是一个制品 它是否安全的话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精细力度的一个 叫Trust Policy 那么用户可以去 针对自己的一个情况 去定制一些这样的一个 基于验证的一些 不同的验证的一些参数 然后Notary Project也支持 就像我们传统的 这个PKI的这个 Infrastructure的支持 也支持这个 Servicate的这样的 一些revocation 就是说一旦 比如说我做签名的 这些key被 被黑客攻击了 compromise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 非常方便地去进行 revocation 并不需要用户地去 做一些这种 手动的一些 一些操作 那右边给大家 也列了一些 Notary Project Notation Tooling的 一些经典的 一些command line 然后也是欢迎 大家去扫码 然后可以访问 这个Notary Project 这个website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OK 接下来 请延给大家 做一个demo 我们今天就会 联合今天的主题 就是做一个 基于Auras Notation Harvard 去构建 并且分发 一个安全的 artefact 因为我们的题目 实际上是想 去基于CICD 去构建这样的一个 安全合规的artefact 但是我为了demo方便 我这里就是用 手动的方式 模拟CICD 在demo之前呢 我首先先会准备 一个基本的 一个artefact 把它布置到 Harbor里面 然后我们在 Harbor里面 还是可以看到 这个demo的 artefact的状态 是没有被sign过的 然后在 Harbor的2.9里面 的configuration 我们加了一个 notation的policy 那这个policy的意思是说 当你enable的时候 没有被签名过的镜像 没有被notation 签名过的镜像 是不可以被pull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error message 这个镜像 没有被notation 签名过 那下一步 我们就利用notation的CLI 去对这个demo的 镜像进行签名 我们会利用notation的CLI 去签Harbor Harbor demo的镜像 我们refresh之后 是可以看到 这个status 会change成sign 并且有一个notation的signature 关联到了demo的artefact上面 与此同时 我们还可以利用auras 去push 你自己生成的 类似于sbomb 去保证你的artefact的安全性 这里我们在线下 生成了一个sbomb的列表 然后会利用aurasattach的功能 那这里我指定了一些annotation 它是一个sbomb 然后它的artefact的type是什么 并且指定了是用 1.1的distribution spec模式 并且把这个sbomb的接送文件 attach到了demo的artefact上面 在attach之后 我们可以refresh一下artefact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多了一个sbomb的artefact 关联到了demo上面 这里我可以看到 我定制的一些annotation 它的type是一个sbomb 然后与此同时 我们是可以利用notation 去对这个sbomb进行签名的 因为我可以保证 我的sbomb是不可变性 如果被变了之后 你的签名是可以保证这件事情的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就利用notation的cli 对刚刚上传的sbomb 这里digest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refresh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有三层 那第三层呢 就是这个sbomb的notation的签名 这是一个竖状结构的一个object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 镜像去叠加一个cve的report 如果你线下利用任何一个scanner 去扫描了一个cve 那你可以把你的cve的report 也可以attach到demo的artefact上面 利用同样的利用auras的1.1的distribution的模式 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cve的一个report 在上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就有三个artefact 关联到demo上面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的tab 它是一个cve的report 那同样的我也可以对我的report这个object 这个object进行签名 保证它的不可变形 这样我同样利用notation 去对这个report的sha256做一次签名 在签名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 这个cve的report 也附属了一个notation的签名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demo的artefact的一个竖状结构 这样最后呢 我们会利用auras的discover命令 去输出这个object的竖状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 它输出的竖状结构 这里其实是和harbor上面的 UI描述是一致的 整个的三层的竖状结构 第一层是基础的harbor 然后它有一个notation的signature 然后一个sbomb sbomb的signature 然后是cve的report 以及这个report的signature 所以这里我们值得 最后讲一句的是说 harbor和auras之间 是没有做任何customization 就是我们并没有针对对方 做代码的定制化 我们只是双方都基于spack 做代码开发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看到 双方都可以描述同一个object 谢谢 那其实大家看到 目前在 哈勃里面存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吧 那我作为我一个 比如说我是个consumer 那么我要去哈勃里面 去拉这个镜像 那么我怎么 怎么说叫我保证的供应力安全 那么我在拉这个镜像之前 是吧 我就可以先去看这个签名 来确认这个image 是不是来自ensign的 因为我相信ensign 是吧 然后同时我也保证它不可变 是吧 没有被篡改 那么同时我还可以去验证 spawn file 根据我公司的这个策略 有没有一些软件的license 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 有没有一些已知的 有问题的一些软件 在这个融进镜像里面 同时我也可以去检查 这个wannability report 是吧 然后去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漏洞 比如说 它已经修复了一些 hide漏洞 但是有一个 比如说漏洞 是我关注的 那么这些漏洞 我觉得也不能够出现 那么当这些条件发生 有一个不符合我公司的 这个要求的话 我都可以拒绝这个 融进镜像被拉到 我的公司内部的 这个环境里 那么如果再举个例子 那么如果你是在 伸展环境去做deploy 那同样你可以去检查 这些策略 定制一些策略 那么不符合一些要求 那么我就可以拒绝 在我这个伸展环境 去这个进行部署 好的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 介绍一下 做一些展望嘛 就是说我们 刚才提到这个 OCIS Bag 1.1 那么目前它还没有 还没有正式的一些发布 目前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 是基于一些这个 它的一个release candidate 来进行开发的 那么站在integration这一块呢 哈勃这边会 会跟更多的一些client 做一些集成 然后notary project tuning 会跟更多的一些CICD 进行集成 那目前notation 现在已经是在这个 GitHub Action 已经有了第一个版本 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会 去计划和更多的 这个CICD pipeline做集成 来提升用户 做签名的这个体验 那么我们又会考虑 有一些更多的 和签名相关的一些 一些故事吧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去签一些 非OCI的这样的一些 非OCI的contained image 或者是非OCI的这些制品 我们是不是可以签一些 比如说arbitrate的一些file 是吧 我们也会考虑 是不是有一些 更安全的做法 因为现在主流的做法 去签一个容器镜像 都是这个容器镜像 已经存在在这个 registry上了 然后我们去签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在 容器镜像 发布到registry之前 我们就做一个签名 那么是不是 能够更好地提高 这个安全性 同时呢 也提供了一些 其他可能的一些 容器镜像 发布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 我的这个环境 我没有办法 是一个 是个LGAP的环境 我没有办法和外面 连通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容器镜像 在本地生成 本地签名 然后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在另外一个系统上 把它导入 导入过后 我同样可以去验证 这个签名 那么这样其实就是 不经过这个 金箱仓库进行发布 这是一些更多的一些场景 我们在考虑未来 去 去支持 那么还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和这个 验证相关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这个 open source Rotify 为什么提他呢 因为Rotify 做这个webification 他用的其实是 Notation Go 这个library 前面给大家看到的 也是Notary Project 下面的一个子项目 那么这个open source 也是 今天 昨天 production ready 那么他能够解决一些 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 演给大家 代目的是 我们整个在这个 CICD上 是吧 那么其实在Kubernetes上 我们也有一些 不同的这个 admission的controller 那么其实在这个 Kubernetes上 我们也可以用 基于这个 OPA的这个policy 来定制一些 webification相关的 一些策略 那么 这个是在 admission controller 这个角度 去做一些验证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contained at runtime的时候 去验证一些 image 去确认 它的这个真实性 和这个完整性呢 那么这个也是 我们将来会去 考虑的一些功能 那么最后 也是欢迎大家去 这个 去到这个社区 多来看看 然后如果 有机的话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去 做一些contribution 那么这边呢 我也是贴了一个 关于供应链安全的 一个小的调查 那我也是希望 那个 参会的这些听众 能够去填一下 这个调查 能够 能够去做一些 对今天的这个 影响 做一些反馈 同时呢 如果你们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这样的需求的话 也可以通过这个调查 反馈给我们 好 谢谢大家 可能有点超时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几个问题啊 因为对这个 topic比较感兴趣 然后第一个就是说 咱们 有这些annotation 然后有这些机制 去给这个image 做一些签名 和打一些annotation 然后甚至能把这个CVE report 给attach到这个image上 那您这边有没有什么 就是说在CICD流程中 对这个 用这些附属的信息 做这种 供应链安全管理的 一些实践呢 就是说这些信息 我们有了 机制也有了 那真正怎么用 它们去做这个 供应链安全管理 这一块我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 可以分享呢 那这个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完全理解了 但是我觉得 可能和前面提到的 这个framework相关 就是这个framework 就是在整个这个framework 我们不是分五个阶段吗 那么这五个阶段 其实每个阶段 它都是相互关联的 你从第一个阶段 的输出 其实你在下一个阶段 其实是会去做一个验证 对 但是比如说像CVE report 这种东西的话 就实话实说的话 就我不知道把它打到 这个image作为一个附属 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任何registry 它还说都会去scan 那个东西 那从我一个开发者 或者是CICD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用这种信息去做什么 或者是怎么能提升 我供应链安全 用这些信息 好的 这个其实是个好问题 其实也是 因为时间缘 也没有跟大家介绍 其实CVE它应该是一个regular的 就是你会定时的去扫描 那么这个里面 一个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build的阶段 是吧 build的阶段 你会去用前一个阶段的 这个比如说base image 那么这个base image 很可能它是经过一个 CVE的一个扫描 是吧 那么扫描过后 在当时那个时间点 它会去attach一个 它当时一个最新的一个report 那你在build的时候 你要去用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检查这个report 你可以做一个策略 比如说这个 你会发现 这个report是一周前扫描的 那我可能就是 可能会考虑 我是不是不应该用 这样的一个base image 所以你 就是说你的公司 可以制定一些 fine tune的一些policy 针对这些 额外的一些制品 一些artifact 做一些策略上的一些调整 比如说 比如说CVE 现在就是说 它还有就是说 它里面有各种 各样的一些级别 是吧 你也可以定制一些策略 就是说 我是不是一定要 我的内部团队 修掉所有的这个CVE 我才能允许它的使用 那么你其实可以定一个策略 那么它是不是 比如说 不能够有critical的 但是我可以允许 有少量的这个hide 那么你可以制定一个 SLA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OK 明白 就是 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说 我们就算没有这些工具 我们也要去做 对吧 然后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些工具 比如像harbor 什么ORUS 这些东西的话 我更关心的是说 和现有的这些 已有的工具 比如说现有的这些 云平台的registry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集成 一个整合 或者就刚才讲的话 那些policy的制定 什么样类型的image 我们是不能deploy 甚至刚才我看到 那个harbor是没有签名的 我们是不能download 那这些policy的话 有没有什么就是outbox的一些整合呢 还是说我还是得自己去写 比如说写一些controller啊 或者是定一些这个CICD level的这些逻辑 我去控制它呢 就是对 好的 我想理解一下 就是现在对这套流程和工具的一个 业界的一个支撑是什么样 那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policy这一块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 Kubernetes上面 你可以针对在这个AdmissionController 这边做一些policy 那么目前的话 因为我是微软公司嘛 我们Azure上面有Azure Policy 这个也是outbox的 我们有一些 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些配置 就是说那个 这个也是因为时间原因 没有跟大家详细介绍 就是说你得 首先你得定义好你相信谁 是吧 那么这些 有一些配置是需要用户做的 配完过后 那么这个policy会帮你去做 比如说去verify这个signature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built-in的policy 那么如果你站在这个open source角度 刚才我举的一个ratify 它是和这个oppa的这个gatekeeper 做一些集成 那么这个open source产品本身 它也提供了一些默认的 一些policy的template 那么你用户可以基于这些template去定制 然后今天 今天还有其实还有一个session 是Kivana的session 那么Kivana它也是一个 一种admissioncontroller 那么它是用这个 YAML文件 是吧 那么它也提供了 多种各样的这样的template 甚至是直接 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些policy 所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现有的一些solution 那么云场上 它也有它自己的manager的 这些service 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谢谢 谢谢 请教一个问题 那个 关于签名和验签 因为我们的那个key 是要做rotation的 比方说 我第一个batch 我用前面一个cl 去签名了五个image 然后发布到hub上去 然后第二个batch 我用第二个私钥 签名了另外五个image 发布到这个hub上面 那hub它是要保留 两个公钥证书在上面 去保证对所有 它不会对前五个 已经verified的image 它后面又认为 它是一个unverified的image 这个是问针对hub的是吧 对 现在是燕签是在hub上面 对不起 harb本身它是不管理key的 所以它没有一个key management的功能 所以harb是不会去做签名的教验的 其实你的如果是你的rotation 实际上是要本地 保证你的privatekey 你要有一个key management service 去知道你的这个key 签了哪些digest 然后通过你的service 去拿到这个关系 然后在你本地做教验 就是你铺到本地 然后在本地做教验 harb是不做这种教验的功能 因为我并不管理你所有的publickey 对 但是上面显示 harb是签名是验证verify的 我们verify只是verify 你是不是已经对它做了一次签名 但是如果是你 对哪个key做 对它做的签名 我们并不教验 因为我不管理你的key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教验 对啊 对 就是目前我们是没有这个scope OK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啊 就是说对这个签名这个验证 其实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镜像仓库这一次 镜像仓库 harb目前他做的就是说 他去check 你有没有对应的这个signature 就说明你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是吧 这是防御的第一步 做这个动作 其实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动作 表明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品 artifact associate到这个容器镜像上 那么你在部署的那一侧 你就真正的去做一些验证 这个就刚才回到前面一个朋友 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有个policy 这个policy就是说我相信谁 比如说我有两个private key 那么其实理论上就是说 我们是有两个这个 做签名的这个identity 那么这两个如果我都trust的话 那么我在这个policy里面 我就需要去page 我trust这两个identity 然后从这两个identity 是这个certificate authority 它去做的签名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方来证明 那么这个也是目前的这个CA 这个PKI infrastructure的这个机制 就是说这个签名是我签 我这个人签 但是我需要一个第三方 向你证明是我签 所以说对于notary project notation来说 我们by default 就默认我们不trust任何人 就用户需要一开始去page 我相信谁 那么其实回到你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在哈勃这一次 就是说它确认你做了这个签名的动作 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artifact associated 那么你在你部署那一块 你其实要有一个policy 真正的去验证这个签名 确实是valid的 那么你刚才说的rotation 那么如果某一个key被rotated了 那么你很可能需要做一个新的一个签名 那么之前的那些key散出来的这个 很可能就被就是说 它就是invalid的 就是说对啊 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servic manager那个机制 但这个不在这个哈勃这一次 所以说是在cognitive那个oPA的那个gatekeeper说的 OPA它是设置policy 真正的是有整个这个pKI的这个infrastructure 还有包括这个notary project notation这个tool 它去做真正的wifification OK 谢谢 不客气 不好意思 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选用一种就是在emage之外的一个 一个相当于一个附属的一些这种资源文件来去描述这个emage 而不是把这些信息都打到emage里头呢 就这个是基于什么考量呢 打到emage你指的是比如说dockerfire里面有一些 对在dockerfire里头它完全可以append一些这样的信息 或者是说它现在其实也可以打tile之类的东西嘛 嗯 对 但是这个方式就是说它 一个就是它不是非常灵活 就是说你其实是打到emage里面 如果你要去改变这个信息 你其实是会动这个emage emage digest它其实就变了 但我用的时候我其实可以不考虑这些 就是说我可以单独用emage 我拷贝或者是pull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不考虑那些它的附属信息 对你这个可以提到就是你的policy可以是一个拒绝的policy 就是我拒绝你 你就要不符合要求我就拒绝你 你还可以有个policy是audit 我是看你有没有这些 但是呢我还是允许你进我这个系统 这个根据公司的不同的这个策略 因为其实就是说在真正的生产环境和这个 就是各种公司它有它的一个考量就是说 不是说第一时间它就要求所有的镜像 一定是符合这个要求 因为很有可能也有一些比较critical的这个镜像 它不符合这个要求 但是你不能够说我不让你去部署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你可以一开始是一个audit的一个mode 你知道有哪些有问题 明白 但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整体吧 就比如说我曝音妹的时候 必然要把那个东西也给破下来 就是可以选择不破它是吧 OK 对 OK 谢谢 而且同时它是很破绝 因为你可以复述很多个你想要复述的东西 所以它不应该把这一个 这就是它设计的一个 对它比较 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有些更多的一些 跟安全相关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关联到这个 这个镜像上 老师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咱们这个框架在落地的时候 有一个非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很多的工作 我看大部分在开发侧去解决的 去使用的 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安全的问题 包括漏洞也好 然后我们的SBOM里面发现的 它的一些科研组件 它时刻可能随时会爆发漏洞 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落地的框架 包括它使用具体哪个工具技术 是应该由这个企业的安全部门牵头 还是软件开发部门就能决定用哪个工具 就是有没有一个 就是说现在行业里大概是什么情况的 这种分析啊 调研 这个我觉得 这个问题比较有点难回答 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取决于这个 你公司的一个一个策略吧 就是说在这个软件安全性 首先公司的角度有一个关于 软件security相关的 还有包括这个privacy 还有一些data相关的一些合规的一些要求 那么在这个大的框架下 你的就是说你的 比如说你的你的开发团队 你的你 它应该符合一个 它需要去符合公司的这些要求 那么它可以针对这些公司 比较high的这样 high level的这样的一些策略来制定 我在开发这个过程中 包括构建 包括部署 我应该遵从什么样的一些 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符合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其实包含很多方面 比如说open source出了一些问题 是吧 还是方法 这个里面其实 就是说 还得具体看你 具体指的是哪一些问题 在你落地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解决 就是可以理解 大面上 总体上是安全支联安全的规则要求 然后呢 那开发部门 它在做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是只要满足这个合规要求 或者说这个规定就可以 然后具体里面的细节 其实 还就是也没有一个 就是确定的 具体如果是回到这个的话 就是说 你其实作为一个公司 你一个比如说 你一个开发的一个owner 你其实是要对这个安全性负责的 是吧 比如说你做的这个容器镜像 你发布给你的客户 客户发现了 有一些 在客户那边 发现了一些问题 是吧 那么其实这个ownership 其实是在你的这个开发团队的老大这边 是吧 因为你要保证你的质量 你的安全 但是他怎么去确认这个东西 他可以去借助这个框架来去保证它 明白 也就是在落地的过程中 可能就是开发 它是要去主则 去承担起这个落地的最终的质量的 对这也是 是我觉得也是就是说 通常意义说 你也是对客户一个负责嘛 就是说你的容器镜像 你再发布出去 然后deploy的时候 你其实是要确保 它其实是没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是吧 你其实也是希望能够 客户那边能够确认 这个他拿到这个软件 确实是我们发布给他们的 而不是说在网上被篡改了 以另外一种方式发布给这个客户的 导致使用那些问题 因为这是最终 损害的是公司的这个名誉 reputation 是吧 所以 嗯 明白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看这个demo的时候 就是我们先是手工模拟的 CICD链的调用 然后呢 也就是说我如果想在我的工具链当中 去调用这个工具 我就自己去直接调就可以了 嗯嗯嗯 嗯 好 这个里面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站在这个工具的角度 你如果有自己的比如说脚本 嗯 自己的这个 Pipeline里面有些脚本 那么你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工具 因为这工具 刚才分享的ORS Notary Project Notation 这个都是一些Binary 你可以直接调 嗯 那么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些和不同CICD 主流CICD的一些集成 比如说GitHub Action上 我们就已经写好了一个 呃用Notation做签名 和Verify的这样的一个Flow 你直接把这个Flow template靠过来 嗯 然后你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配置 那么你就可以用了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CICD 我们也正在做这些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其实目标就是说 能够尽量的提供一些 AutoBox的一些 开箱机用的这样体验 那么用户只需要填一些参数就可以了 嗯 就相当于在这些 呃工具平台上 有一个连接器一样 然后嗯 把它填一些配置 然后就连接上这个工具去用了 对对对 嗯 明白好谢谢 嗯 好谢谢 我想请教一个 可能跟这个话题没有太多关系的 就是SBOM SBOM我们是用SynchronedX 去生成这个格式的 我想请教一下 它的业内大概会 就是它的 它的 它的 Depth 到第几层啊 呃 你 你指的这个 Depth指的是 呃 就是它 依赖的依赖到第几层 啊 这个我可能还 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工具让我去选嘛 让我去选 比方说 Java或者NodeJS 它可以到 到 456789都有可能 是 这是 你用什么工具去生成 这SBOM 啊 我们是用这个 依赖扫描 去生成 » 它可以让你去填 一个参数 就是 所以 这个还是说是 您自己来决定 这件事 哦 业内不知道啊 对 因为实际上 我们现在在跟 吹尾团队在合作嘛 然后就是 他们 也在做SBOM的一些生成 然后其实 我们也在跟他 讨论说你 SBOM这个业绩 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 每个工具都有自己的实现 然后每个工具都有自己的见解 然后他们说 他们也在想推动这件事情 就是S-Bomb这个层面 有一些标准 大家不同的厂商 遵守同一套规则 这样的话我们做集成也方便 但目前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您这个问题 每个公司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考量 但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 好 谢谢大家